要知道更多的话,我刚刚同学就马上问,如果我今天要希望平均的话 Groove By 的话他是抓第一个 那如果说你希望把那个Groove By 里面的所有的 资料平均 那这时候怎么办 这时候的话呢,你可以在 SQL 域法里面加函数 也就是 SQL 域法里面也有类似 Excel 这种函数,用法其实差不多 那只是说如果你不太会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偶尔有些不常用的话,我就用查的就好了 所以你可以在那个Google 这边打 SQL 域法教学 查询一下 因为说真的这种东西 不是要叫你背,而是说有点像字典,需要的时候你就拿来 但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放哪里,要放对地方 你的结果就出来了 OK 那所以像刚刚有提到那个Order By,这边也有Go By 有没有,然后也有什么,也有slate,这边都有 所以你可以把它点开来 递真递减这边,它有语法,怎么下 然后里面的什么DESC 或ASC,预设是ASC啦,所以其实你可以不用记啦,主要是递 递减的话,你可能要记一下 OK,这边的话,哪一个栏位 而且你可以下很多栏位 的语法,底下有一些范例啦,也许可以自己看一下 那同学就问到说,那如果说我今天想要什么 想要平均的话,像那个 我们在 樞纽分析表里面,它就有函数 它预设功能就是平均 那如果说你在SECLE语法如果要平均的话,这边有平均值 SECLE平均值 那平均值的语法就是什么 AVERGUE 其实它蛮缩短的,它变一个缩写 A V G 那你直接放在栏位的外面 它就帮你把这个group的这个栏位 先平均 再秀出那个结果 比如四东的平均 它就不是抓第一个 它是抓什么 平均值 那做的方法就跟刚刚我讲了 其实很简单 你就直接在哪里呢 slate后面,哪一个栏位 外面包一个A V G就可以了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针对 什么呢 这先拿掉 OK 针对什么呢 针对这个 依然,依然就是总价 我把它做平均 平均完之后呢,再帮我做后续的事情 那所以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你会把它平均 所以平均完之后 这边都会一堆小数点 有没有 一堆小数点 那 如果你要把小数点拿掉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下手 其实可以从那个 大瓜谷这边可以 比如说 底下,当然是 什么呢 printer 这两个大瓜,就两个栏位 那如果说我要取到整数就好的话 那你可以针对第2个大瓜谷 因为第2个大瓜谷就是这个资料 中间里面先加个冒号 之前取到小数点第2位是 点2f 那如果是你要取到整数的话呢 那就把2改成多少 改成0就好了 点0f 意思呢 就是取到整数的意思 OK 把它执行 这个说的话 就 会是平均的 但是你会发现 平均完之后 在排序 感觉好像为什么 它排序的 结果呢 不是我们看到的结果 有没有 不是 不是按照 好像有一些比较高 也就比较低 有没有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们slate是 这个什么 平均完的结果 那groupby的话 orderby的话呢 是 没有平均的结果 所以 你还可以做个动作 怎么样呢 再把这个栏位 外面再把什么 avg 有没有 意思就是说呢 如果你要排序的话 那你也帮我按照什么 按照 平均完之后的 结果排序 不然它会按照 原来的方式排序 OK 那就不OK 所以 这边其实也可以 再加一个avg 然后把它执行 那结果的话 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 这个时候的话 它就由小 到大了 没问题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以后呢 如果你要再下 其他函数条件 比如说你要抓最大 最小 或者是总计等等 其实呢 在那个seql语法教学里面都有 甚至还有很多函数 刚刚我是用什么 这边是 avg 平均的话在这里 有没有 然后最大最小 总和 有没有 甚至这边还有函数啦 如果你想知道 在seql里面呢 还有没有其他函数 也可以再看一下 OK 利用这样的方式 我来多练习 就在哪边练习 你可以在 这个什么呢 seqlite这边直接可以下条件 或者是直接在python里面也可以下 其实结果一样了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是顺便讲一下 因为刚好同学问到 有关那个seql 这部分的应用 回去的话呢 当然可以 再做这方面练习 那接下来的话呢 这个部分呢 我们大致上 就已经把资料抓下来 然后把它写进去 所以 你们也可以再试试看 在那个刚提过 政府机关里面 甚至你可以 在 里面再找找看有没有其他的 比如说全部的资料集 那我是建议 你可以找那个全部资料集里面 政府机关 全部资料集 里面的 他会按照什么 中央机关 地方机关 或者甚至 他有底下 在网底下有个什么 档案格式 有没有 其中的话 你看看 中央 这个 中央的政府机关平台 他第一名 就是csv 三万 三万多种 有没有 第一名 第二名的话 就是xml 第三名就是json 所以理论上 将来如果要抓资料的话 第一个 你一定要会csv 第二个的话就是xml 第三个就是json 刚好这三个最重要我们都会讲到 所以待会的话我会讲先讲json 再讲xml OK 如果你们他在练习的话 你可以再找 csv 点下去 底下的话就一堆 3000多种 只是说哪 年龄 什么 义 义正属 职员年龄统计 报表 这个 或者你们可以在google 上面查一下 看有没有你比较有兴趣的 相关的那个 这个这个 这个议题 像我之前我有在找一个 找什么 找那个关键字 在这边的话我找那个 窃盗 这边有个那个 比如我想知道说 到底 那个在台北市 哪些地方的窃盗案件 最多 或最少 这边还有汽车 抢夺 有没有 抢道 你就打一个窃盗 比如说住宅好了 我想知道说呢 到底 这个台北市 哪个地方最安全 哪一条路最安全 该怎么做 对 当然最后呢 我已经做出结果了 不过 像我的习惯 我通常都会先用什么 先用那个 枢纽分析表 因为枢纽分析表最简单 等到枢纽分析表 可以 把那个 这个想法创意啊 整个 就是先规划好 然后再去写程式 这也是一个方法 不然的话有些东西 写程式有些东西太抽象了 那你可以先用 图形化的东西先跑过一遍 然后再去写程式 相对的话呢 会 比较有一个 连续的感觉 比如像我之前 我有弄 我把这个 住宅切到按键 这边也有一个 我把它统计出来了 这边 切到按键 这个 那当然一样 就是说要先怎么样 它发生的地区 所以它的原始资料 原始资料呢 只给什么 你们可以自己再把那个 这个这个 它只给 A B C D 然后到E 那如果说我想知道 那个 就是说到底哪一区 或者哪一条路 什么时间 发生切到按键最多的话 那我必须什么 跟 针对地址 必须什么 先把区抓出来 另外独立一个栏位 那把路呢 也独立出来一个栏位 不然的话 我没办法做后续的 最后呢 我得到的结果 跟各位分享一下 哪一个区呢 它的切到按键最低 其实应该不意外 应该市政府在的位置 应该切刀率怎么会高呢 老板在那里 所以 应该最低的就是信义区 那旁边刚好是松山区 对 那应该最乱的 应该 也可以猜得到 以前不是中山分局 不是常常换局长 对吧 因为那边 也有那个什么 林森北路之类的 对吧 然后常常不是有一些 特种 他在 士林北投 内湖 等等的 其实也不意外 那哪一条路 那个 失窃率最高 我把它列出来 这边的话可以看 第一名的话 是什么 南京东路 因为刚好林森北路旁边 然后林森这样的交叉吧 然后明泉 中山北 前四名就在那一个区块 有没有 OK 然后内湖路 新森北 新森北在附近 明森东 明森东 应该不至于吧 OK 然后什么时间最容易失窃呢 第一名是什么 早上10点到12点 因为大家就上班了 OK 那第二个就是 晚上10点到12点 因为大家都睡觉 OK 你看 蛮合理的 诸如此类的 就类似像这种资料 那你当然 你可以 先用初纽分析 分析一下 然后再利用什么 Python 去把对应的程式 写出来 我想这个练习 请各位自行再延伸 其实这东西 蛮多 是可以 再去 完成的 OK 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换另外 另外两种格式 我刚提过 第一名的话 是CSV 第2名跟第3名 就是 Jackson 跟 XML 如果将来 如果人家提供给你 Jackson 尤其Jackson Jackson 有点像 后期之秀 现在很多 就是 给人家 资料的话 通常会给的 就是Jackson的格式 OK 那如果你遇到这种 Jackson格式的话 你要怎么样把它变成 你可以用的资料 最好是什么 可以再把它转成 类似CSV格式 或者最后 抓下来东西 干脆帮我 存成一个CSV档 Excel可以直接打开 是最好的 那我们底下的话 用那个 练习 我们就用那个 PM2.5 因为刚好这个网站 繁保署的网站 他其实做的还蛮好的 因为三种格式都有 那因为CSV 我们刚刚已经做过 练习 所以我们现在呢 主要是针对这两个 所以待会请各位先到那个 行政院的繁保署网站 然后呢 主要针对Jackson 跟 XML 先稍微观察一下 那 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CSV最单纯 为什么中间加豆瓶就好了 然后最后是换行 有没有 但是你会发现 Jackson 就没那么简单 所以你点一下Jackson 点开来之后 那因为 我们这边网路连线有点慢 所以可能要稍微等一下 那他的结构呢 特別注意 一定是什么呢 你会发现呢 外面是 一个中刮壶 里面的话呢 就一个大刮壶 那大刮壶的头在哪里呢 头在这边 尾巴在哪里 尾巴在 在 在这里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 它等于是一个 一个串列里面 再放大刮壶 前面讲过 大刮壶就是所谓的字典 在串列里面放字典 那这个字典的话 你会发现 它一定是key value价格 前面的话是key 后面是value key的话呢 通常指的就是 编号吧 或者是栏位名 这边的话应该是指的是栏位名称 后面的话是放什么资料 另外我建议 干脆你把这个 我的习惯是什么 把这个 把这个档上下载 你可以另存 把它另存 另外一个方法 你可以把它下载 或者说你把这个 Ctrl A Ctrl A就选一选 Ctrl C就复制 有没有 直接再贴到那个 我们刚刚的那个 Nord配++ 开一个新的档 把它贴上去 贴上去之后的话 再来观察 不过第1个贴上 它这个没有折行 所以检式里面有个自动断行 它让它断行 第二的话呢 如果你要去观察这个 资料的话 它有个语言 语言里面的话你可以选 Jason 这边有个Jason OK 这个Jason格式的话 它有个好处 如果你选什么 我记得这个选单一个 它底下应该会 整个 应该是这个 前面中光阿武影响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了解一下这个 这个 行政院环保署官网上面 两种格式 另外的话可以 自行在 针对那个像 政府的开放资料平台 和那个台北市政府的平台里面 去找找看 我刚刚有举一个什么 台北 台北市的住宅窃盗案件 其他什么 汽车 还抢夺了 哪边最容易被抢 台湾应该没有字案那么差 不过 等等的这边其实我觉得跟字案有关的 你打个窃盗 它里面一堆 画面 这个部分请各位先试试看 那待会的话呢我们就针对那个 Jackson 跟那个 XML 做说明 对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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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